哈喽大家好,这里是老公 然后今天我买了四款那个巴黎贝田的欧包 烤箱回炉烤了一下,巨香巨香,真的 烤了一大盘 哇,好香啊 然后就是这个美瞳是我上回有期恶茶视频时候带的那个美瞳 然后我就带了一阵 然后个人觉得舒适度各方面都是还不错的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加一下小姐姐的微信 然后把小姐姐的微信放在评论里 哇,好香啊 我们来开吃吧 以后强烈推荐大家买完面包用烤箱烤一下 是150度烤10分钟左右 绝了 那个味道跟你吃那个冰箱里凉的完全是不一样 芋泥多多面包 它叫芋泥多多,但是真的是没有什么芋泥呢 基本都是里面那红汤马蜀的味道 它有一层红汤马蜀 最上面是焦糖的那个味道 这款甜度偏高 让黑糖味特别浓 如果芋泥再多一点好了 有点像吃那种面包式的蛋挞 一口芝士面包 在里面 这个芝士好香啊 是那种咸香口的 烤箱烤过之后外皮特别的酥脆 它里面是芝士 蒙布朗栗子起酥 烤完这个沙拉酱都流了 来咬一口 好酥啊 它上面这层 这层上面这层棕色的是栗子酱 然后你看这个起酥层 贼酥 上面那颗完整的栗子 我觉得味道不太好 那栗子泥还可以 月亮芝士 感觉里面有沙拉酱的味道 里面芝士烤得特别香 有一点点咸口的那种芝士味 微微的发酸 甜度特别合适 吃这个 我还给我奶他们留点 这个特别香 我刚才说给他们留一点 我得吃最后一个 这个一口芝士面包跟月亮芝士有一点点像 这个吃着没那么腻 这个吃着没那么腻 这个吃着没那么腻